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是大湾区推进智慧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而发展智慧交通是重要的一环 在广州这两巴士外表看来平平无奇 但其实它内有乾坤 因为它支援5G网络 只要你有部5G手机坐上巴士之后 就可以享受一趟5G旅程 除了乘客位置 在司机位这边 更可以找到一种和5G相关的装置 所指的就是司机前面这个黑色的摄像镜头 这个镜头对着司机 透过人面识别技术分析 就可以分辨司机有没有睹眼睡 或者使用电话等的不安全驾驶行为 后台人就可以马上看到 吊过车厢的视频 可以拍摄当前的精神状态 甚至发生预警时 我们有一个10秒的小视频 就可以看到装饰的状态 所以可以即时反映 它究竟是否真的疲劳 如果是疲劳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去提醒它 比如说车上有一些声音 用了这套系统之后 讯息中心就可以即时掌握驾驶员的状态 有助减少因疲劳驾驶而引起的交通事故 以前的通讯方式可能会存在数据严实的问题 刚才提到如果真的睹眼睡 迟过一两分钟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事故 通过5G 其实它是低严实的 我们马上可以收到预警信息 马上及时跟进处理 现在在广州特快巴士系统完线 就可以承搭这款新型的5G巴士 港珠澳大桥的5G网络建设 在2020年7月已经全部完成 大桥的内地路段设有24个机站 做到5G网络全覆盖